品号很重要 你要报价 你要什么品号一定要有 那接下来如果说 我报价单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客户 客户资料建立 客户会在哪 客户不会在库存 客户会跟什么 跟订单有关 所以呢会在订单管理这里面 有一个客户资料建立 好 你客户资料建立 进来以后 一样的我先查 我先查那个 先查那个 随便查一个客户给你看 好我们随便看一个 假设标杆公司 好标杆公司呢 我要如果要动里面东西 我给你看的时候 我必须要用修改 我要让你看 第一个客户有代号 客户代号呢 通常是自动编码的 他也会依据 我们的客户的性质 客户的编码原则去编码 然后呢 客户的名称 客户的简称 这里有一个板次 来 其他者 板次是什么意思 刚刚也有讲到 板次 板次在这里是修改以后呢 新增他没有板次 修改以后 每修改一次会增加一个板次 好 再来 如果说 我们这里有客户核准日期 就是说 假设有另外 你有跟他做 做确认的时候呢 这会有一个客户核准日期 好 接下来基本资料 跳下基本资料 负责人是谁 联络人是谁 联络人呢 可以做一个代号的维护 这里面 你可以做联络人是谁啊 姓名是谁啊 等等 代号是多少 这可以做这样维护的 糟糕 好 我随便写一下 联络人是谁 我随便先打一下 然后部门是什么 也是 我可以选择的 这部门可以选择的 然后当然 目前没有资料 我们就随便输入一下好了 还有职务是什么 也可以输入 生日啦 这个跟什么有关 你知道吗 假设你资料越详细 这就是会连接到 我们所谓的 CRM 对 顾客关系管理 就会在这边连接了 好 这是我们 联络人是谁 电话号码啦 传针啊 等等 都可以从里面找出来 然后资本额 可以列出来 年资本 年营业额 员工人数 通通都可以打 然后这里有一个叫 总电号 如果有总电号的时候 譬如说 第一公司是他的总电号 如果总电号 我们就有其他的选择哦 譬如说 我们请款是要向 公司请款的 而不是像他 这小公司 而是叫总公司请款的 然后呢 发表号码呢 是依照总公司来处理的 那合约单 是不是归总公司 那你就要看 如果是你就打勾 如果不是就不是 好 这个币的币别 然后业务人员 等等都可以输入 这是第一个资料 基本资料 第二个地址 你可以打地址的资料 第三个呢 交易资料包括什么呢 譬如说 我们现在的营业额 营业事业的 这个叫做综合 税额呢 我们叫做5%的货品的税额 那你可以把一笔一笔资料 譬如说 我现在购 这个报价单 或者采购单里面呢 有10笔资料 10笔资料的总数 加起来以后再乘以5% 这种叫整张资料的计算 那另外一种就是 10笔资料呢 每一笔个别乘以5% 再加总 这会有落差的哦 因为小数点的问题 这会有不一样的 然后发票呢 你要是 勾这个就是随货 要付发票 那这一勾的时候 它就会 当你出货的时候 它就会提醒你说 发票出了没 发票弄好了没有 好 再来这个销售平等ABC 信用平等ABC 这个也是都可以做的 定金比例 最近有没有听过 你们 昨天的新闻 电视新闻啊 不是在讲说 喜宴 喜宴的那个 酒席定金 不能超过两成吗 有没有听到这个 它就会 假设你这写 20%定金比例 它就不能超过20% 还有付款条件 你也可以输入 比如说多少件以上 是怎么样啦 付款条件二 付款条件里面说 每个月的20号 或者次月20号 开两个月的票期 这是202 这都有 然后呢 这个单据的发送方式 可以用Fax 可以用EDI EDI是什么 EDI是 知道是什么吗 电子的资料交换 电子资料交换 就是说你可以 他们有他的 EDI是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类似的样子 对对对 类似那种 它可以用这种方式 然后呢 Email也可以 或者说 票据要领的时候 用什么方式来领 那收款是用支票呢 现金呢 电汇或其他 这个都可以选的 税别码 很多 像刚刚选的 5的是 3連4的税别码 好 接下来 那这里面 有很多 你可以选的 然后交易的条件 里面还有 通路别 它是属于 量饭店 或者 这个连锁 等等 你可以去确定 他的客户是什么 它是什么形态 然后它是 区域别在哪里 在什么区 然后国家 是哪一个国家 如果有的话 你都可以列 然后线路别是在哪里 台溪线 花东线 等等 那你都可以 把它输入 然后初次交易的时间 是什么时候 好 重点来了 这里叫做取价顺序 这叫取价顺序 刚刚不是在讲说 商品 同学 这个刚刚不是在讲说 商品的部分吗 商品部分 有定价 123456 对不对 记得吗 记得这个吗 我抓过去给你们看一下 就知道了 我先取消 我抓那个商品的部分 给你看 这个很重要的 这里面不是有一个售价吗 123456 有没有 有 好 假设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客户建立的时候呢 这里就有一个叫取价顺序 取价顺序 客户定价 刚刚你看到了 这有一个客户的定价 标准售价 然后呢 最近价 定价 123456 这些有没有 你们刚刚自己建立嘛 建立好这个之后呢 好 建立好之后 我现在要做这一块的时候呢 抱歉了 搞错了 客户 客户这一块的时候呢 取价顺序哦 取价的意思是什么 我要报价的时候呢 142 1是什么 客户计价 4是什么 定价1 2是什么 标准售价 所以你报价的顺序 应该这样子哦 你先报客户计价 报完以后呢 如果不是很好 你再去 还要去 再去做协商的时候 你再报 定价1 接下来才是什么 才是标准定价 那如果 这个是没有折扣的哦 如果折扣怎样 如果折扣的话 你就有折扣率 譬如说 折扣是90% 打一折 打一 那个一层的 那个 那这个时候呢 那你的折扣率 你就要选这个哦 折扣后的哦 那142 应该是什么 A D 假设啦 ADE 就变成这样子 ADE 他就会 A 然后 你可以输入 可以用显的 好 你可以这样子 他就会出来 折扣后的话 是这样算法 好 那 接下来信用额度 很重要 信用额度要管制 要管制的话呢 你就要统统 由总公司来管制咯 如果不是 不是总公司管制 那你就自己管制 有几种 客户的资料来管制 信用额度 信用额度 不管制 或者一公司的参数 来管制 那 信用额度 譬如说 它是1700万 那可以超出多少 5% 那如果超出 这个信用额度在 那订单 如果超出 这个额度的时候呢 你要用警告呢 还是拒绝 还是不检查 这个是警告 只要超过它 它就有警告哦 那如果出货呢 超过它 它不检查 那你就 超过你就不管了 那你当然 你也可以用拒绝 就是超过这个时候 你就拒绝它 销货也是一样 超过你就拒绝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来选择 那当你的出货单 出去超过这个额度 它马上就说 不准你出货 好 那查额比例呢 也是一样 没有结账前 销货的金额 如果达到这个 信用额度多少以后呢 它就不能做 不能再输出了 不能出 这是信用额度 再来国外资料 如果有的话 也要输入 好 这是我们整个 那如果你输入好以后 储存 它就完成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你们要做一个练习 还有一些时间 如果做得完就做 做不完就算了 那下礼拜可以再做 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的练习是什么呢 就是在给你们的纸张 里面有一个客户 在这里 在这里是你们的练习题 那这练习题之前 这有一个说明 也让你们看一下 这叫做 实际交易的金额 假设某一个公司 未出货之前的订单金额 这么多 未结账有这么多 应收有这么多 未收还有这么多 那加起来已经100亿了 如果说 它的信用状况呢 是超过10% 总额是100万 额度100万 可以超过10% 就110了 这个加起来已经110 所以如果查额比例 通通是100% 那当然它就没有额度了 如果查额比例 刚刚讲不是有一个查额比例吗 这里 查额比例如果通通100% 那有的80%有的百分之几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的查额比例 如果定这样子的话 它就还有额度嘛 是这种概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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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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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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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